努力文法在日常生活中好好修行 至一百年跟着师父至今 我不是最优秀的 也不是最精进的 不过自从接触H3第三世多结枪伙的如来正法后 对过去的种种总算清楚明白 一切都是因果业力所造成 面对人事物也能够明了 一切都有因果存在 有的是来报恩 有的是来讨债 都是要还的 知道自己是待业修行之人 一切就清楚明了 懂得释怀 但要放下着实不容易 记得师父教我开始要积极公文 H3第三世多结枪伙的反应时 我昏沉调举不断 记得有一次又昏沉趴在桌上睡着了 忽然间一只温暖的手拍拍我的手臂 似乎是在提醒我 我当下顿时间吓醒 双手何时忏悔 请求诸佛菩萨原谅 所以文法师一定会选择自己很清醒的时候 虽然自己有一边听不见 比较吃力 但能是要继续文法 让自己不落入邪恶见和错误之间 我们是一群很有福报之人 有幸能接触南谋第三世多结枪佛的如来正法 我们要好好修行 我个人有很多次小小经验 能知道佛法的伟大 初次来佛堂时 师父协助后 我就提醒自己 无论好坏 自己都要去接受面对它 我觉得自己不要小小事情 就请求师父帮忙 虽然师父慈悲 但要懂得体恤师父 别老是报忧不报喜 所以当儿子车祸很严重的在急诊室时 我双手合十 请求南谋第三世多结枪佛 十方诸佛菩萨加持我儿子 瞬间我头皮发麻 儿子在医院遇到贵人医师 很快就出院了 虽然后来休养了七个月 但很庆幸没有留下后遗症 以前我在其他寺庙当志工时 儿子都超反对 他们的认知就是要捐钱花时间 现在就不会反对了 星期六我要去佛堂供修 如果没出门 儿子还会问 你今天怎么没出门参加供修呢 我很怕蚊子咬我 以前都会杀身 但现在就不敢了 记得有一次手臂上一个好大好大的包 无论擦任何药都无法消除 那天刚好来佛堂供水 忽然灵机一动 我跟蚊子说 你不要咬我 我就不会犯五戒里的杀身戒 我不想伤害你 于是我持百智明咒回向给他们 包竟然就消失掉了 所以现在我在家会跟蚊子 蟑螂蚂蚁庇虎对话 儿子说 妈妈因为我懂你耶 不然外人看你 会以为你是神经病 我一想到就超级想笑 现在终于了解什么是修行 同时知道要如何修正自己的行为 我们所带来的习气太重 执念固执 总喜欢当领头羊 我们不要看别人的缺点 而应该要看别人的优点 有时一点小事争吵 搞得像有杀夫夺妻之仇 最后老死不相往来 想想有那么严重吗 自己的行为没修正好 相信乏也学不起来 我每天都做功课 希望自己能修得起来 所以目前现阶段 就是努力在日常生活中 修正好自己的行为 秉持着五戒六度万行 时尚而修 我想当自己行尸好 有如菩萨般的慈悲心 修法就会有受用的 感恩师父 常耳提面命我们要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发大悲菩提心形 利益一切众生 阿弥陀佛佛弟子 睡灵何时 2017年10月11日 阿弥陀佛弟子 深入加热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